你别吓唬我 你说的是商业巨头铁娘子 上海大小姐刘胜南 要跟你结婚 不是 他真是想不通了 要自暴自弃啊 那个小白小白 你查一下 刘胜南的身家有多少 刘胜南姓别女 刘胜南姓别女 刘氏集团总裁 公司市值二百三十五一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你们项家的祖上 跟刘家的祖上 本来就是好朋友了 然后只赴为婚 这事在古代常有啊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契约性 然后你不知道这事 刘胜南就直接找上门来了 阿飞啊 你是不是喝多了 阿飞很清楚 阿飞的人格不咋地 但是阿飞还要用人格来担保 您说话我义不容辞 咱俩结婚吧 这 这会儿呢 人家开这玩笑 我从来不拿感情开玩笑 我承认 就这次他们子居乌友啊 但是我也相信 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澄清这件事情 咱没必要死扛啊是不是 那只能说 他让我最终 下了结婚的决心 您也这么着急脱单 第一 我需要一个名义上的丈夫 来堵住别人的嘴 第二 你这个人 平时有嘴滑舌 目的性很强 但是真正做事的时候 还是有理有据的 五官单正 性格善良 身体素质 经过几次夜跑 能看出来 还算可以 家境 虽然父母离异 但家世清白 感情前史干净 是个可以结婚的标准男人 那符合这些要求人 其实说实话 并不在少数啊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喜欢你 这么久以来 我父亲连我的名字都想不全 但是今天清护工说 他一整天都在喊你的名字 从小到大 其实我父亲没有为我做过什么 因为他太忙了 他唯一做的就是把公司留给了我 直到我坐上了他的位置 我才体会到 他一辈子的艰辛 我一直认为 他这辈子唯一的心愿 我必须做到 所以 我一直在无色人选 那百分之八的股价波动 让你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与其让他们胡说八道 还不如狠狠给他们打脸 不是 不是关键是您喜欢我吗 我承认啊 就是您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人 结婚其实我 还没有 还没有特别想好 没关系 那就当我刚才 跟你说了一个笑话吧 没事了 你也到家了 下车吧 好 再来 吧 又怎样 换些泪水我交当纯手 怎样努力 明车 怎么了 我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吗 什么意思 行 咱俩结婚 来 其实说实话啊 我从小的家庭给我的感觉 可以说点小的阴影吧 我一直不相信爱情 我不相信婚姻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 你父母是他们的事 你是你 那些阴影确实是造成了 我挥之不去的 所以导致我现在 我不相信婚姻 我也不想结婚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当他车开走了 那一瞬间里面 我想了好多 我觉得刘胜南 他是我喜欢这种欲减型的 而且他经济能力 经济实力 就不用我多说了 至少可以让我少分头 二十年以上 但你这样 是不是太现实了 非常地现实 只有爱情都可以吗 还有很多因素的 以前爸妈在一个谈恋爱 很好 但后来呢 吵着整个阵子 鸡飞狗跳 就因为我妈觉得 我爸不够努力 不够上进 他没钱挣 但我和刘胜南之间呢 没有这种困扰 因为刘胜南经济能力 非常强 所以我跟他可以 先达成目的 就是我们结了婚 然后慢慢谈恋爱 小伙子 想得挺通透的 可你确定你收心了吗 你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 如果让你现在走出婚姻 你可以接受吗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接受 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收心 但是我另外一个声音 告诉自己 如果说刘胜南 这次我不抓住她的话 我觉得我会后悔 我还是略有点担心 顾老二 你听不出来吗 小飞已经想通了 他结婚想接 咱们哥几个 叫祝福他 总归这是一个好事 谈点吧 没事 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结婚之前都能反悔的 你再好好想想 对啊 再怎么说 还有一周的时间呢 什么啊 一周 这么快 你订酒店的时间都不够啊 人说得很清楚了 结婚所有的事 全交给你去处理 至于酒店吧 我们集团旗下 还有三家五星级酒店 至于价钱吧 无上限 有钱 真好啊 给点建议好不好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们看我没用啊 我怎么没结过婚 你 你别看我 结婚这事 我不比你经验多 我知道 夏小飞 你知不记得你之前说过 如果我能追到月子倩的话 你都能在一周之内闪婚 现在你在一周之内闪婚了 那我追月子倩也有戏了 什么脑回路啊你这是 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刘总 其实 我们还有更多优秀的人权 一样可以抵消这次虚假新闻 是我看到 父亲对他笑那一幕 我以前 不相信感觉这两个字的 但是这一次的决定 又偏偏基于这两个字 我曾经 也想象过 我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按正常逻辑 我曾经 找个门当户对的联姻 就像母亲 跟父亲那样 母亲这一辈子 也并不快乐 老郑 老郑 你知道 父亲第一次发病的时候 对我说了什么吗 他说 他说 盛楠啊 权力和财富 其实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在外边 是在心里面 人只有跟着心走 才能活得真的快乐 这是父亲清醒的时候 跟我说的最后的话 你还能活得真吗 所以我想 跟着心走一次 百夫长 吴建峨 黑卡 我去 能不能先借我十万花花 这看来还是来真的 老郑 你可别慌啊 还等着你给他出主意呢 我不是慌 我就是觉得咱们哥儿几个 这么多年了 那大家各自在感情上 都有很多问题 就不相信爱情 有遇到了爱情呢 放不开自己 还有像这种 一人吃饱 全家不愁 贪玩的 但是没想到 今天这个贪玩的第一个 在咱们哥儿四个里边结婚了 其实我还挺为你开心的 来吧 兄弟 其实那晚我本来并不准备答应 可是在那辆车离我越来越远的那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中突然生起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这种情绪没办法解释 但我能确定 这和金钱无关 这就似乎有一种力量让我上前 不然 我会抱憾终身 这个 工作 约会 对了 电矿 管机 你呢 我这一天干了三天的活儿 不就为了咱们的兄弟吗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让我们开始吧 不不不不 这不我结婚吗 这词应该是我说吧 下地狱你也恰是地狱的 应该强 兄弟们 让我们 开始吧 过去的十几年 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都会分一幅相抢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种地狱级别的挑战 婚姻 我们来了 你 准备好了吗 从现在开始 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就像我们的新产品年绕会一样 不怕你的想法错 就怕你没想法 开始 我去 哥几个能不能给点主意啊 刚才一个个熊究竟想要忘了 没意见的吗 有个气势就行了 哪有什么主意啊 作为甲方 我先提几个要求 好吧 在这个要求上 你们再给我一些建议 首先我觉得这婚礼啊 要浪漫 但是不能太虚幻 咱们需要非常地商务 但是不能太简单 就是时间呢不能太长 尽量短一点 大哥 您当您是英国王子大婚呢 不是 我知道我挺事的 但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我跟刘盛南之间差距很远 现在她把这事 放给我来办 你说 要是办得不好的话 都没面子 咱们争点面子行不行 你们是想不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结婚是和女孩子一起的事 只有女孩子 觉得女孩子挺傲什么 天才啊 说得有道理 我知道找谁了 谁啊 她是浪漫女王 金剧不断 创意频频 她是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女人 岳子倩啊 岳子倩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不在我的资讯范围之内 好香啊 那你也不能见字不就啊 我要是帮你 你打算怎么回报我 想要回报啊 可以啊 只要你说得出口 我办得到的 我都满足 行吧 算你欠我的 不过这事我也是第一次干 我得找一个专业的 货 你猜 杰子 我跟你说别找那许多 过来凑热闹啊 这是咱们兄弟自己的事 别让他过来 大哥 时间仅任务重 关键人家许多大学的时候 就在婚庆公司兼职过 还是美国数一数二那种呢 现在除了他 你还有更好的人选吗 是不是之前那个 在上场赚到的阿姨呀 上场 什么时候啊 爸爸 你不能这样 你不是从小时候教训着我 说 要专重女生 做一个有你帮人家人 怎么你叫你 为什么就偏偏对 那个美女阿姨 怎么偏见呢 爸爸这不是偏见 因为 大哥 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这次结婚啊 到底是完美 还是玩犊子 就看你了 全凭你一句话 那我肯定让你玩犊子 你帮我牺牲一下 不行吗 就一定要玩犊子吗 爸爸 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我喜欢他 你喜欢你爸就行了 你是不是答应他们了 我本来呢 是没想答应 但是你说李杰森 他一直跟我唠叨 我就一不小心地答应 一不小心 那你去吧 那 那怎么办呀 你帮我去呗 要求你去 我才不去 我知道了 你不是不想帮小飞 你是讨厌的那个谁 我讨厌他 我讨厌他 我有空 你做做刻意又有点轻度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状态 就是告诉我 我讨厌他 你喜欢他 我天下男人都死绝了吗 我不喜欢要有孩子的 所以以你的条件素养 会成为一个温柔的 贤惠的 真的 我明天真的有事 要不然我也不会求你了 对不对 你就当是为了我呗 我跟你们四个的关系 有点复杂 但如果不是子清来求我的话 我也不会来这儿 那现在为了小飞的婚礼 我们就公事公办就事论事 大家把手机调成精英的模式 我希望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我们开完这个会 好啊 好 你当这是咱们公司会议呢 搞这么严肃干吗 在我心里 小飞的婚礼 要比在公司开所有的会议 都重要 对吗 谢谢师总 谢谢师总 那个 那个 那就请开始您的表演 作为这次的策划师 根据向先生的性格 我能准备了一些 在美国策划婚礼的成功案例 大家请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么多 这么多 这看着还不错呀 对啊 不是 你这A方案太雷了吧 新郎新娘秤古典龙舟 我从酒店 胡争新启航 至会场边靠岸 然后南方上场读叶芝的情诗 叶芝是谁 如果你能有更好更稳妥的方案 欢迎你提出来收服我 你看下来 这B方案也不怎么样 爱西方古典六部 双人骑马 不如婚礼现场 你会骑马吗 不会 所以知道这骑马安全吗 我曾经参加过 三次动物开场的婚礼 百分之百的成功 而且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基本上 你作为一个乙方 靠基本上的这个理论来支撑 你觉得甲方会满意吗 那我想问佟总工 你所有的设计和方案 全部都是成功的吗 实验是实验 我实验可以失败 失败了之后我可以再来 人家这婚礼只有一次啊 你能再结一次婚吗 结不了了 二位 二位啊 今天啊 咱们是开 晓菲的婚礼策划案 对对对 不是贵公司的研发案 对对对 稍微冷静一点 你要是有更好的方案 你可以提出来 好了 提不出来那就这么定了 现代化的风格 至于婚礼的宾客嘛 你们三个兄弟当中 被婚的自然就是 小飞的伴老 我们三个都是伴老的 你要当伴老 我是甲方 我说了算了 好 我们尽快拉一个讨论群 我能也回去想一下 什么样是更好的 开场方案 这一定是换了点心之笔 散会 我肯定了 你怎么知道我自己来呢 我没那么多想啊 你自己在称是 咱们在称是 你自己在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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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称是 你自己在称是 匰是 我 我不是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你把我电话扇了 不是 我这个手机中病毒了 这很多信息都没有了 中了木马 向小飞 手机会中毒吗 你还撒谎 我没有撒谎 不是 你在哪儿啊 我家楼顶 在楼顶 不是 喂 喂 小语 我去 童语 出事了 出事了 干吗呢 大哥 田小语要跳楼 哪个田小语啊 就是那个田小语 就你当初爱的死去活来 叠了一千多个签纸贺那个 对 说说要跳楼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 卡哥这儿啊 密码是我手机的后六位 我跟许多说过了 你们去挑个钻戒 挑个最好的 我先去看看 住别安全啊 知道了 好 看看 我们俩看着好像能建履啦 爸爸跟你说等一下小心一点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格勾物出现 格勾物 格勾物 拜拜 不是格勾物 也是男之灵 是那个人家的阿姨 什么 我没名字啊 小朋友 你好呀 又见面了 阿姨 欢迎你找的蓝精灵 蓝精灵 你爸说我是格勾物吧 你怎么知道 臭小子 过来 去哪儿啊 爸爸 来来来 爸爸给你买礼物啊 来来来 麻烦你快一点 一会儿我还有事 爸爸 我喜欢蓝精灵 为什么要混成小黄家 爸爸跟你说呀 真正的帅哥穿什么都帅 是不是的 走 金刚 你不是喜欢蓝精灵吗 金刚 你不是喜欢蓝精灵吗 换衣服 过来 来 你不喜欢蓝精灵吗 过来 金刚 金刚 听爸爸话 过来 欢迎光临 吉普宁 你好 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我们来随便看看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 我们要选一枚戒指 那请问是需要 应该这么认识 还是温定伴子呢 婚戒 新婚在即呀 恭喜恭喜 不是新婚 那先生真的很爱您的太太啊 是要补办一场隆重的婚礼吗 我今天来就是帮忙的 麻烦给我们选一下吧 好的 请问那您这边的预算范围大概是多少 没有预算 最贵的 好的 那我这边给您准备几个款式和尺寸 您可先试试看看 女士更适合哪一个 来吧 好吧 走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 您可以试试 看看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专门为您定制一个自己的尺寸 我试一下 好 可以 欢迎试试 您看看 喜欢吗 你不需要问问我和意见吗 那不是戴上在问问了吗 怎么样 好看吗 怎么 帮我包起来 不 天上语 等会儿 你别跳你别跳 我求你了 你 世界上最好的女孩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你了 明日比你好 我是不懂得珍惜 所以说我错过你了 但是老天爷是公平的呀 这老天爷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合适的男的呀 你别想不开 你别跳起吗 我求求你了 你你下来好吗 大哥 你也想太多了 我只是想打电话祝福你一下 不知道你上天台干吗呀 你问我在干什么 我当然跟你说我在楼顶了 谁知道你就这么过来了 那你挂什么电话呢 我就想逗逗你啊 你逗逗我 你这么大人了 你有意思吗你 爸爸等一下带你去小谷游乐场玩好不好 对了 姨芳 咱们这正事已经办完了 你要有什么事就去办事了 好 我的事已经被甲方给耽误了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得随我走 随你便 买了 警长 给您拿好 来看一看看一看 海洋球运送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很简单啊 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 运送最多的海洋球到我们的纸巾地点 我们将获得免费拍照的机会哦 小朋友想玩了吗 爸爸 我想在那家 我想那个照片 还可以自己在上面进公室呢 进公室呢 进公室 要玩了吗 我陪你们玩吧 你别多想啊 我就是陪孩子玩个玩具而已 让我跟你一家我还不愿意呢 给您 来 进公 爸爸带 那进公帮爸爸带一趟好不好 自己沾 自己沾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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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时, 这位小朋友 对了…过时啊 您家将获得幸福照片的拍摄资格啦 请问, 准备好了吗 真的 来 爸爸 嗯 我今天真的挺开心的 玩开心了 不是因为玩 是因为跟蓝天的阿姨在一起 你喜欢那个阿姨,对吧 这大儿子,你这… 你这一天到晚,你这脑子里边想什么呢 被我说中了吧 没有 那个,那个,我采访一下这位向先生啊 那个,当您得知有女生为了您去跳楼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啊 那… 那整个就是一灭顶之咋样 多情反背无情脑 难道我就这么好 我… 我跟你说,小薇,刚才跟我讲这故事 我第一反应 感觉它像一个爱情故事 结果听起来是个段子 还给我出个主意行不行 都乱了套了都快 我跟你说 你的婚礼天大的事 我都会放在一边 正好我现在这个自动驾驶项目呀 也没有什么突破 噎着了 自动驾驶啊 怎么了 就现在我的自动驾驶 虽然不能够进入市场 但是依照我现在的整个的技术 安装在实车上面 给你来一个亮眼的开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要我坐着无人驾驶的车结婚去 你们家刘上的 我会爱死你这个出差啊 我吓死我了 你怎么还过来了 我作为婚礼总策划师 不应该过来看看吧 说真的啊 你这行吗 同工程师 同工程师 王秀宝 整个的系统已经调校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装车了 好 来 来 来 同工程师 相控组雷达组件已经安装好了 您测试一下吧 我能坐吗 你想要坐的 我是总策划 总要为小飞试一下吧 但是等线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任何的危险 我就会马上按一下这个暂停键 我的命啊 加个硬气线重 来吧 我可以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可疏 你的 讯了 很可疑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功了 你怎么感觉比我还兴奋啊 太棒了 这抱着还挺舒服的 这是祝贺的拥抱 你不要想多了 我第一次见到 实车的自动驾驶实验 不对 是彩排 真的太棒了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明天婚礼现场上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的话 那我觉得在下周 你们的讨论大会上 那结果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 我决定安排一个人去录视频 这个视频一定会在国内外 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觉得姜总不会看不到的 所以她会给你更多的时间 你不开心吗 你不开心吗 神经病了 走了 怎么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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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谢谢 幸福快乐 谢谢 以后的业绩都靠你了 好 没关系 好 我能试试吗 可以的 谢谢啊 嗯 嗯 小飞啊 妈妈出机场了 您到了 不是说晚上才到吗 怎么这么早 说一声呢 我接您去啊 不用 不用 你不是安排人来接我们吗 对 对 你大夫 大夫妇 小姨小姨复 逗逗逗逗她们都来了 放心 放心吧 晚上去 来 来 来 向叔叔 李阿姨 我是老郑 是专程来接你们的 请上车 小飞机 你有本事啊 大家跟着走啊 小飞机 你抓紧啊 这还俩一样都不让过去 这这总的太浪费了吧 大家出发了 是 是我安排的 老郑已经安排他们住进酒店了吧 我在忙 挂了 我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俩有什么可吵的 都离婚了吵什么有意思吗 那么多亲戚朋友 我哥几个都在 吵了两个小时二位 不是 这干 为什么呀 小飞啊 是你妈她 怎么怪我呢 刚刚明明是你要看我吵的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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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去打几分以后 我去去去去 那个 那个我 我理解 好吧 我呢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我就一个请求 我求求二位 我结婚这几天 你们俩别吵了 行吗 好了 好 不说了 爸 我们不吵了 好吧 可以 行了 结婚了 总会有这些那些的烦心事 不是 关键是 我有一些害怕 你不了解真的 婚前恐惧症啊 不是 本来还开心心的 看我爸妈我也高兴 但为了他们一见面吵架 老吵架 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改掉过 不是 我会想 我跟他结婚 是不是不应该躺着浑水啊 浑水 刘总要是浑水的话 那汪洋大海得什么样啊 咱们这四个人里面 脑子最清楚的是你 我需要听你一句钟言 你想要听什么呀 我会不会后悔 会 我跟你说人就这样 总会有后悔的事情 人本来就是一个贪婪的动物 你得了白玫瑰想要朱砂痣 其实到头来时间倒转了 即使你选择另外一条路 也一样好悔的 得嘞 既来之则安之 这地狱之路 总得有人淌打水吧 我去啊 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好好睡一觉 对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 单身狂欢夜 结界 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唱 你们三个多个看见我 是吧 也算是陪我了 我向晓菲活这么大了 单身最后一天这辈子 就这样过是吧 大哥 最后单身夜了 行 我现在发个朋友圈 屏蔽盛南啊 你屏蔽盛南别忘了啊 好嘞 唱歌行不行 各位老大 来来来 张哥 张哥 来来来 放好了 赌赌 赌赌 单身派对 仅限姑娘 不醉不归 这帮男人真的是 赌赌 咱去看看呗 这我就能去吗 无言张气 就当去看看日本闹呗 你想想 万一你抓到什么把柄 以后你俩再打仗 不就有武器了吗 去呗 去呗 咱俩去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们也是姑娘 为什么不能去 对啊 要打完打完 不能输 走着 多多我跟你说 我不管你跟那男的 多眉了眼去 从今天开始 必须一道两断 那是他们四个吗 是吧 你看那菜花童 既既春堂烟晚时 两心合影共亿亿 再美的春堂 也抵不过量心相依啊 小飞 虽然是始料未及的婚姻 但她一定是命中注定的原分 兄弟 新风快乐 早生贵子啊 那个 就算离婚了 我们也还是兄弟啊 行了 干什么呀 刘总 时间快到了 来个鞋 来个鞋啦 快去 喂 什么情况 我吵架嗨了小飞 我同意许总之前的说法 暂停自动驾驶下落 姜总 我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 如果您需要 我今天就可以办理辞职